青摊 不要太聾气 野进 不要太聪明 이거는胸道科�pping 不会太 Audi 不是,不是,我這樣不知道怎麼樣唱歌 告訴我一下 近來演唱會無意間流行起一種風氣 女粉絲會朝舞台上丟內衣以表自己對偶像的熱情與喜愛 擁有高人氣的饒舌歌手樓俊朔 四日在IGPO出自己在演唱會上 遭到台下女粉絲內衣伺候的畫面 自影片中可見樓俊朔手上拿著不計其數的內衣 甚至多到拿不住而掉到地上 不過粉絲完全沒在管他 仁自顧自地繼續朝他丟內衣 等到唱到一個段落 樓俊朔也忍不住就沒喊著什麼凶兆特賣會是不是 我這樣是要怎麼唱歌告訴我一下 讓台下粉絲全笑翻 其他時間請人家在台上 我現在還在車裡 剩三分鐘 完了 59分 下車 1了 3了 1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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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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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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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饒舌歌手楼俊硕拓拥有超高人气 31日晚他一连登上新竹 台南新营以及台南市府三场跨年晚会 堪称是赶场王 不过从北部跑到南部的他也吃尽苦头 最终站要前往台南市政府合体五间情团员担任压轴嘉宾的他 经营上大塞车 台南市人讲话 其他四间情一直在台上 我现在还在车里 剩三分钟 完了 我们现在在那个前面这个很塞的红绿灯 11点58分 快走 59分59分 下车 163 最终车辆顺利抵达 不过他冲进会场时 全场已经喊到倒数15秒 只见他一面拿着摄影机记录 一面狂奔上台 过程中还不忘调整镜头 索性他在最后3秒成功站上台就定位 还原成零九 邱峰泽 黄伟静和小赖看到他及时赶上都相当惊喜 而影片曝光后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太紧张了吧 最极限那种 我希望你能够起床 小赖看到我 明镜头 你能够起床